嗨,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聊聊 如何用Mate Journey 制作一个简单的漫画作品 同时我们也会谈到 这几个月在网路上 展露头角的AI动画网站 Runway和PicaLabs 好,当我们有了一个故事主题 想要让它以漫画的形式呈现时 首先我们要构思漫画的分镜 分镜主要是用来设计画面的布局 展现角色的动作和情绪 以及控制故事整体的节奏 如果你对于分镜设计没什么概念 你不妨可以直接请教ChairGPT 请他帮你出些点子 我们只要把故事大纲丢给他 ChairGPT就会设计好 每个画格的场景和摄影角度等 非常的方便 有了这些基本框架之后 我们还要决定绘图的风格 那网路上有很多 别人整理好的参考网站 你可以到处逛逛 看看有没有哪个画家的作品 或艺术风格最吸引你 点进去之后 直接把页面中的关键字 复制下来就OK了 至于故事中的角色概念草图 我们同样可以请ChairGPT 给我们一点建议 像是角色的绒帽 发型和服饰等 当然ChairGPT的建议 包含之前的分镜设计等 我们不需要照单全收 但对于个人灵感和创意发想 仍有相当大的帮助 那这些角色外形的描述 我们要把它进一步转成 Mind Journey的Prompt 你可以附上一个Prompt的范例 让ChairGPT作为参考 以免ChairGPT一时文师全涌 写成一大篇过于冗藏的文章 只要取得了Prompt提示文字 我们就可以转移阵地 到Mind Journey的界面 准备来生成图片了 OK 如果你之前没有使用过Mind Journey的话 你可以参考之前 我做过的一集介绍 那用AI制作漫画最大的挑战 就是要让角色维持外观的一致性 贯穿整部漫画 而目前在Mind Journey比较常见的技巧 是先是做所谓的角色设计图 于是我在ChairGPT的提示文字内 加入几个关键字 首先是绘图的风格 我采用了宫崎骏及不利工作室的画风 然后在提示文字的后面 我标做了Caricate Sheet 角色设计图 以及White Background摆设背景 如果你想要让日式动漫的风格 再强烈一点 你可以指定用Nigify作为算图的模型 最后按下Enter键送出指令 过了一会儿后 Mind Journey就会产生四张角色概念图 你可以从中选择一张比较喜欢的设计 按下U按钮把它放大 当然光只有这张图人不太足够 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表情和角度 作为之后AI算图的素材 那Mind Journey在底下有提供两个按钮 可以就目前的图片做出一些变化 我们先来试试看Strong强烈 强烈模式产生的变化会比较明显 像是人物的角度 服饰和表情等都比较多样化 而如果我们选择了Suttle细微 Mind Journey就只会变动一些细节 人物知识和构图基本上会为之不变 但你会发现不管是Strong或Suttle 角色服饰都会发生变化 这会影响到漫画角色的一致性和连续性 因此这里我们要改用Mind Journey前阵子推出的新功能 叫做Pen平移 它可以让画布朝上下左右四个方向进行延伸 同时为了让图片延伸时 我们能修改提示文字 这里我输入Settings的指令 叫出Mind Journey的设定面板 并且启用Remix混合模式 如此当我们按下Pen按钮的时候 我们就能在对话框内加入新的Prompt 譬如Full Body全身 Turn Around多四角等 接着再按下提交 而由于Mind Journey在延伸画布时 会参考圆图片的内容 因此新生成的影像中 人物服饰就会维持一致的风格 只是Mind Journey似乎仍不能理解Full Body全身的概念 导致算出来的人是一张半生图 对此我们不妨换个策略 就是将画布换个方向 改成向下延伸 如此就能将原本半生的人物 扩展成全身图 那这里我比较喜欢第三张的设计 于是我按下U3将它放大 然后把图片点开 这样子就可以透过右键选单 将影像档储存到自己的电脑咯 好所以后面基本上都是重复的步骤 如果你需要在概念潮图中 加入角色的不同表情 你可以在执行Pen指令时插入Different Expressions的关键字 让AI生成更多的图片 而这些表情素材之后就可以拿来运用在故事当中 收集好足够的图片之后 下一步我们就进入到裁切的阶段 把每个影像变成独立的图档 这部分你可以使用自己习惯的影像处理软体 像是Photoshop或Game等 而这边我用的是一款免费的线上工具 叫做Photop 它跟Photoshop的操作界面非常类似 我首先到工具列启用套索工具 使用滑鼠拖曳的方式 把要截取的影像框选起来 然后打开右键选单 执行反转选取 再按下快捷键Ctrl加Backspace填上背景的白色 而选取范围此时可以把它取消掉 然后我再到工具列叫出裁切工具 拉出一个裁切框 再按下Inter键 如此我们就可以准备做存档 执行输出来将影像指定为PNG的格式 储存好一个图档之后 我们要连续按Ctrl加Z 将文件恢复成刚开启的状态 然后重复先前的步骤 继续裁切第二张影像 直到所有素材都转变成独立的图档 至于故事中的第二个角色 也就是女主角的爷爷 基本上做法都一样 我们只要用Mi Journey先制作爷爷的角色概念图 然后用Photopee等工具 同样把影像分割成独立的档案就OK了 好 由于Mi Journey预设的图片解析度只有1024x1024像素 称不上是高解析的图片 再加上经过裁切的程序 导致图片尺寸变得更小 因此考虑到画质的因素 我会建议在进入到分镜算图之前 先使用一些AI影像工具改善画质 提高影像的解析度 那这边有个免费的工具网站 使用上也非常简单 我们只要把图档上传后 影像画质就能获得显著的提升 改好的图片你可以直接下载到电脑 然后我们再上传下一张图片进行画质修复 重复这个步骤 直到所有图片都处理完毕 故事角色的设计完成后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做分镜的算图 那第一个分镜是一个19世纪的英国牧场 时间是在早晨 天气晴 牧场的周围有木柵栏 里面也有羊群在吃草 那画面本身是采用广角视野 艺术风格同样是吉普利工作室 图片的长观比是16比9 好 那我把这个prompt送出 一回而过后 Mijani就生成了四张充满田园诗意的图片 如果你放大了某张图片之后 觉得现有的视野仍不够辽阔 那么你不妨可以试试看Zoom Out拉远的功能 Zoom Out预设有2倍和1.5倍这两个选项 算图完成后 镜头就能捕捉到更多远处的风景和细节 依览牧场的全貌 那下一个分镜 是故事女主角的登场画面 只是如果我们直接送出这个指令 算出来的人物可能会跟原来女主角 在外貌上有差异 因此这里我们要把先前采取好的图片 全部框选起来 先一起上传到Mijani 那这些图片在点开的时候 我们可以从右键选单中 取得该图片的连结 你可以把连结贴到一个空白文件或记事本 而画面中一共有8张图片 所以这个步骤我们要重复8次 把所有图片的连结都集中放在一起 然后在最底下附上分镜2的提示文字 好那我把所有段落反白 按下Ctrl加4E执行拷贝 回到Mijani输入斜线Imagine 按下Ctrl加V贴上 这样Mijani在算图的时候 就会参考角色概念图中 人物的服饰和相貌 不过目前看起来 Mijani在处理16比9的长款比时 似乎有些问题 导致图片两侧出现了黑边或白边 所以这里我们稍微修改一下提示文字 把16比9的参数拿掉 先用正方形的比例下去计算 这样就有机会算出一个背景为满板的图片 然后我们再使用Pen的功能 将画布向右延伸 就能得到一个还不错的算图结果啰 好第三个分镜是轮到爷爷登场 场景是爷爷驾着马车沿着乡间小路行驶 那这里我就重复刚才的流程 先上传所有爷爷的图片 并且从右键选单中取得所有图片的连结 依序把它们贴到文件或记事本 最后再附上Mijani的提示文字 那我把这些资讯反白 执行拷贝之后 贴回到Mijani送出 不过这次的算图结果显然就不理想了 Mijani并不能理解 我是想要让爷爷驾着马车 而不是站在马车的后面 所以这边我们要改变一下策略 把刚才的提示文字再次贴到底下的讯息栏 但这次没有附上角色概念图的连结 图片长官笔 我再次把它设成16比9 然后送出指令 那如同先前的预期 Mijani有成功生成一名老人驾着马车的图片 只不过这名老人并不是爷爷 那针对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尝试使用Mijani最近推出的局部算图功能 那我先找一张爷爷的背影图片 利用右键选单案复制影像的连结 然后在马车图片的底下 点击局部变化按钮 此时Mijani需要我们把要修改的区域框选起来 如果发现框选的位置或大小不太理想 你可以点击滑鼠右键来移除这个区域 此外对于轮廓较为复杂的人物或物体 你也可以改用套索工具 用滑鼠拖曳的方式建立不规则的选举范围 最后再到讯息栏 把爷爷背影的连结贴上 按下Enter键送出 这样就能成功的把马车上的老人替换成爷爷啰 好那第四个分镜 是女主角听到马车的声音 转身回头看的特写 这部分的操作跟先前一样 我们只要把角色概念图 连同提示文字一同送出就OK了 然后在下一个镜头 是爷爷开心的对女主角挥手的画面 不过看来MeJoni仍无法理解 我是想要让爷爷在马车上挥手 而不是下车挥手 因此我同样采用先前的策略 先单独使用提示文字 不加入角色概念图来进行计算 那找到一张比较适合的图片之后 再继续用套索工具 把这个陌生人框选起来 在讯息栏贴上爷爷的图片连结 按下Enter键送出指令 那这次爷爷的相貌有成功出现了 不过身体比例变得不太自然 而且下半身也消失了 所以我们似乎得把步骤再做个细分 先不要管身体 只换掉人物的头部就好 那找到一张比较适合的图片之后 再来替换身体的部分 这样就能成功的制作出我们想要的画面咯 OK 那基本上后面的分镜制作方式都一样 这里就不再重塑 而我们就直接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看看要如何把图片放置到漫画中的画格 那这边我使用的工具是Figma 它原本的用途是拿来设计网页或APP的界面 Figma本身有支援向量绘图 而且免费版的功能就已经很完整 很适合拿来做这次的练习 那首先我们先建立一个空白的页面 我在画布中单击滑鼠 然后到右侧面板打开选单挑选文件的尺寸 譬如A4 如果我们在画面中按住空白键不放 可以移动画布 按住Ctrl键配合滑鼠滚轮 整个调整页面的显示比例 那这边我从工具列叫出矩形工具 在页面中拉出一个对角线 建立一个大画格 并且让它对齐于页面水平和垂直的中央 下一步我继续拉出一个细长的方形 准备作为分割画格的工具 你可以随意调整它的颜色 位置和角度 调整好后 我把整个页面框选起来 到上方工具列打开选单 来将两个图形执行相减指令 然后再从同一个卷单执行平面化 那平面化后的图形是一个单一物件 不过这里我们必须把上下画格各自独立出来 才能让图片内容不会互相干扰 为了快速完成这项工作 我到Figma的社群页面 输入关键至SpriteVector分割项量 找到一个免费外挂 并且把这个外挂储存到自己的Figma帐号 如此我们就可以针对画格 从右键选单中执行分割图形的功能 最后再把图形的群组执行打散 就可以产生两个独立的画格了 那这两个画格我们要把它放回到A4的页面 有需要的话你还可以点击左上角的标题 按住Alt键不放复制这个版型 方便之后重复使用 那一旦页面的画格制作好后 我们就可以把Mindjoni算好的图片拖拉进来 如果图片太大就按住Shift键不放拖椅边角 把两张图片做等比例的缩小 然后再把第一张图片叠加在画格1的上方 拉出一个选取框 同时选取图片和底下的画格 接着再到工具列启用遮罩 就可以把图片塞到画格里面了 那图片此时仍处于可编辑的状态 只要我们对着图片双齐滑梳左键 就可以调整它的大小和位置 让画格呈现更好的构图和布局 那我重复这个流程 把第二张图片拉到页面之中 同样拉出一个选取框 选到图片和底下的画格 接着再到上面启用遮罩 最后再稍微调整一下整体的构图就OK了 那其实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漫画中常见的跨格手法 我首先把这张图片放大 超出原本画格的大小 并且把它的长宽值记录下来 接着我们再使用影像处理软体 像是Photoshop来将影像做去背 或者你也可以用线上的去背网站 把图片拖拉进去 再把去背好的图片下载回来 汇入到Figma的页面 那图片大小要跟原来的尺寸相同 最后再把人物叠加在原图片的上方 就可以做出跨画格的效果 至于对白的部分 你可以使用Figma内建的工具来绘制对话框 而这边我就直接拉一个矩形 矩形的色彩设为一般的白色 再加上一条细黑框 于是我们就可以启用文字工具在里面写字 譬如交代一下故事的时代背景 按住Alt键拖曳 这可进行复制 方便我们输入其他的文字内容 那最后如果你想要汇出这个页面 只要到左上角点击文件标题 再到侧边栏打开输出面板 挑选一个输出格式 例如PDF 就可以把这个页面储存到自己的电脑了 那只要重复这个流程 我们就可以在AI的协助下 一步步完成这个漫画作品哦 OK 那最后我们再花点时间 看一下近几个月网路声量很高的AI动画制作 目前AI动画人气较高的工具有两款 分别是PicaLabs和Runway PicaLabs目前仍在Beta阶段 使用上是完全免费的 它跟MeJunny一样 是在Discord的平台上运作 你可以对着它的logo点击滑鼠右键 选择传送讯息 就可以对PicaLabs下达指令来产生AI动画 事实上 你甚至可以把MeJunny的提示文字 直接拿来使用 不过记得开头的指令要改成Create 后面的参数除了常换笔之外 都要删掉 PicaLabs也有一些自己的参数 最常用的大概就是FPS震率 那这里我们就设成跟电影相同的24 然后送出指令 目前AI动画仍处于非常初期的阶段 因此实验性大于实用性 生成的影片也只限于3-4秒 那用提示文字直接产生动画 你会发现很难控制动画的艺术风格 因此更多人在送出指令前 会附上一张图片供AI参考 方式是点击右边的还有其他按钮 再按下Image影像 就可以把先前我们在MeJunny生成的图片 上传到PicaLabs 另外在提示文字中 建议可以加入一些动作的描述 像是羊在吃草 草被风吹动等 由于AI动画很难一次产生理想的结果 所以你不妨可以重复送出算图的请求 让PicaLabs一次生成多一点影片 好 我们来看一下算好的动画 那平心而论 其实这个结果已经超出我的预期 无论是羊群动作或是小草随风摇曳 都显得十分自然 每周不足的大概就是画质变差 然后影片的时间过短 那要下载算好的动画 我们只要点击右上角的按钮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来比较一下 另一个AI动画工具Runway Runway在社群媒体上一直有很高的讨论度 也不乏有一些很酷的实验作品 Runway有自己专属的网站 不像PicaLabs是寄出在Discord的平台 它的使用方式也很简单 同样可以上传自己的图片 作为动画的初始影像 为了公平比较 这里我使用了跟PicaLabs相同的提示文字 然后将指令送出 好 我们来看一下算图的结果 那你会发现Runway 并不擅长处理动画类型的影片 导致动画跑到一半突然变成写实风格 还跑出一只奇怪的生物 因此以目前来说 生成动画类型的影片 似乎是用PicaLabs会比较理想 至于刚才谈到的动画时间过短的问题 目前的权益之计是把影片档 上传到一个叫做Final Frame的网站 这个网站的功能很单纯 就是截取出影片的最后一张画格 把它促成成一张图片 那这张图片 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下一段动画的初始影像 继续生成三秒的内容 使用这个方式 理论上就可以把任何动画延伸到你想要的长度 那生成好的影片档 你可以叫出自己习惯使用的影片剪辑软体 比如这里我是用免费的CapCut剪映 把两个视讯档拖拉到界面中的时间轴 这样在播放的时候 就可以把两个片段前后串接在一起 最后再把影片执行汇出 就可以储存成一个新的视讯档了 那PicaLabs目前人无法处理较复杂的动作或影像细节 因此许多分镜在转动画时 并不容易得到理想的结果 画质也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但即使如此AI动画仍是一个相当有潜力的领域 毕竟谁又能想象Mijoni才短短一年多的时间 就能实现如此惊人的成就 所以AI的潜力实在是不容小觑的 OK 那今天关于AI动漫制作的介绍 我们就聊到这边 那我们就下回再见咯 拜拜 拜拜 再见 拜拜 拜拜